上个视频我们单刷了火星的boss 克瑞尔中尉 这个视频我们来做系列任务 金居之星 但在此之前 我们要先打通前往魔胎之境的道路才可以做系列任务 首先要开的节点是火星的克戴士 这是一个防御任务 我们只要完成火防御就可以完成这个节点了 完成火星节点克戴士以后 接下来我们要去开火V2的节点 Horand 这是一个捕获任务 我们只要击刀捕获目标 竟将它捕获带回飞船就可以完成任务 解开Horand的节点以后 接下来要解开的节点是火V2的Flegias 这是一个揭秘任务 我们只需要消灭固定数量的敌人就可以完成它 完成节点Flegias以后 后往魔胎之境的道路就彻底打通了 开始任务之前 最好去清洁库 将战甲和武器的配卡升级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资料库 开始系列任务 兴趣之心了 任务开始后 从星途导航 接往火V2的无胎之际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发送求救信号的Lloyd 他告诉我们感染者已经遍布了红味 严重威胁到了心 要我们去墨石幽都会见母亲 但在此之前 他要我们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我们需要去摧毁两个感染者的母巢 找到母巢后 先要攻击它一下 最后母巢的附近会开始孵化感染者 消灭孵化出来的感染者 当所有的感染者全部被消灭以后 母巢还可以被摧毁 找到第二个母巢 按照上面一个的步骤 直到摧毁它 摧毁两个母巢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墨石幽都了 打开地图 通过快速传送点 传送到墨石幽都的大门前 进入墨石幽都 这一阶段的任务完成 跟着Royd找到母亲 引她对话 我先告诉我们 他的家族是一个研究虚空的 名为英泽地的Holiting家族 以为家里的凶孩子实在是太多了 导致全家人都被感染者部分感染 母亲告诉我们 心是他父亲的家族遗产 是虚空的动脉泵 驱动包括我们的战甲在内的 所有Origan装置 由于感染者的入侵 心遭到了破坏 马上就要停止工作了 而唯一知道 如果救父亲的父亲 却因为与母亲夫妻感情不合 而离家出走 母亲让我们帮忙去找到父亲 并劝他回来修父亲 回到魔胎之境 跟着黄色热雾脸 我们会找到一台墨石机甲 Royd告诉我们 墨石机甲是父亲的节奏 父亲应该就会在这台墨石机甲的附近 我们需要等待这台墨石机甲被感染的聚会 然后再消灭父亲所有的感染者 才可以继续任务 感染者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 稍微一点强 记得将近战武器装备上火轻伤害的mod 多多使用阵地攻击 消灭完所有的感染者之后 一个圆形的黄色任务区会出现 在这个圆形的任务区域的圆星附近 我们找到了父亲 父亲对我们刚才的战斗大家赞赏 但他并不相信心已经被损坏 认为这只是母亲骗他回家的一个借口 因此坚决不同意提供帮助 Royd建议我们回墨石游都 找女儿聊一聊 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办法 返回墨石游都 完全这一阶段的任务 请不吝点赞订阅